那么现在我们都把观音菩萨也好 准提佛母也好 当保镖 请他保护自己 我供养你点香 供养点花水果 然后请你老人家保佑我 保护我 那你一旦不保护我 我还要责骂你 这跟你家养条狗有什么不同 养条狗看门护院 你把这些佛菩萨当狗用 当奴才用 当这个 你请的一个保安员来用 是不是付佛外道啊 这叫付佛外道 那么我们要不要求佛菩萨呢 要求 你求佛菩萨干什么 这个目的很重要 你如果只是求佛菩萨 为了发财 为了这个盗贼不入门 给你看家护院 这就是邪门外道 你是魔 你是大魔头 你对佛不敬 对菩萨不敬 你没有真正的 尊贵这些佛菩萨 这个李显龙总理到你家做客 你让李显龙看门 说李总理啊 你不要走了 我天天给你点茶水 给你点鲜花 给你点水果 你就坐在我们家那个佛堂上面 给我看门 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让一个尊贵的总理 不做他本职的工作 都请到家里去给你看门 你付得起他的薪水吧 一年好几百万啊 你付了多少 一杯茶水 两粒橙子 一束鲜花 这就把他买了 这就把他请了 他说我们今天 大部分佛教徒 是在行邪道 世人行邪道 你是父佛外道 尤其很多人 把师父请回家当保安 把师父请回家当保镖 不但要保镖 你还要保镖 你家里人 儿女走到哪 你这个菩萨 你都要跟着我 到哪去保护他 不但让我没有危险 他们这些人 也不能有危险 所以这是什么形态 这不是佛门正法 这是佛门外道 父佛外道 歪门邪道 是为了你这个躯壳 为了你的贪 嗔痴 宜漫 地狱五条根 他要拥护你这个 保护你这个 那你不就还是要 堕地狱吗 那诸佛菩萨 到你家干什么呀 他到你家 是保护你 堕地狱 为了你成功 堕地狱 保护着你去贪 贪了一定能得到 保护着你去称恨 这个我念念咒 那个冤金寨主 那个小人 我念念咒 让他头疼 我念念咒 让他不得好死 这个咒就显灵了 你这不是称恨 称恨不是剁舌 舌道去投胎了 那诸佛菩萨 能让那个咒好使啊 然后就说 师父没用 那个小人整天整我 我念咒 他从来不头疼 我说阿弥陀佛 好在诸佛菩萨没糊涂 诸佛菩萨听你的话 然后去咒那个人 去整那个人 那么诸佛菩萨也翻道一样 糊涂 一群糊涂蛋 表面上在学佛 实际上是在 助长自己的贪嗔痴 痴是愚痴 愚痴就是你不知道你的灵 才是你真正的主人 你就是愚痴的 愚昧的 愚昧的将来是要度畜生道的 那么大家学佛 是真正是佛门弟子 还是真正的 是来求自己的本源 明白 释迦牟尼为什么说 我本来是佛呢 还是来找保镖 有些人 这个埋怨我 师父你看 我来见你了 然后结果 我的病还是没有好 我来见你了 结果我想发财 还是没有发财 我也来上课了 结果还是没有发财 你让我做法会 我也做了 你看 还是没有发财 所以你们到这里来 是别有用心 不是来求解脱 不是来挣佛道 乃是求保护 然后我给你了 你必须要付出 你必须给我当好这个保镖 你必须给我当好这个财神 我需要多少钱 你得给我送来 这是民间巫术 他跟佛法 正门佛法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很多人 我们去那个道场 一球就灵 然后跳铜的 供动物仙的 可不是一球就灵 他没有神通 他别有用心 他要你的命 要你的真气 人家有交换 诸佛菩萨不能够被地里拿你的真气 也不能害你 所以你跟他交换什么 所以诸佛菩萨还真不要你交换什么 他是要你明白觉醒 自己是一个万能的 然后是如来 是佛 是如来藏 你什么本身都有 他是让你觉醒这个 学习他怎么觉醒的 然后在觉醒的路上去成就什么 成就自己 圆满 功德圆满 度尽自己有缘众生 所以大家不要 所以大家不要 搞迷信 特别我们正门正法的佛法 是乃自于你自修自证的佛法 不是求保佑的佛法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